大家好 今天就留下各个蚊猪 蚊猪其实也是比较好养的一种蚊摘植物 而且它生长是节节高的 特别是新长着这些新芽是比较好生长 接下来主要讲的就是在花盆表面撒上鱼物 它就能够很好的生长 叶片不会出现一个泛黄的现象 还有这些新芽是会串木停的 其实这一物就是我们平时所熟悉的一种叫做 蚯蚊粪肥 蚯蚊粪肥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肥料 它的保肥保水性也是比较好的 这种肥料比较的细腻 它也是比较适合这种本栽文族使用的 就是沿着花板边沿给它挖些沟草 然后直接买进去就可以了 大概一个月买一次就起到很好的生长效果了 不烧根不烧苗 肥效比较的长久的 而且对土壤的疏松度有着很大的帮助的 不会造成一个板结的现象的 所以你使用这种蚯蚊粪肥 为自家的文族使用上 那么一点点就能够让它很好的生长了 好了 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了 下期再见